一位热心的人士 赵博士啊 这个是甲骨文 那这位人是谁呢 李时珍来这来拜见我 你看这口气大不大 我就看了他一眼 看了他的长相 听了他几句谈吐 天下第一人啊 就是这几个字 留下了李时珍的形象 岂以医书构哉 不能简简单单的 把他当作一个医书来看待 他说我告诉你 这个是假的甲骨文 本节目由北京同仁堂赞助播出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个宝物 上面还有很多的字 这个是在几年前啊 我也是在筹建 我们中医药博物馆的时候 一位热心的人士 把这个捐献给我们博物馆 赵博士啊 这个是甲骨文 我自己啊 财书学前 我不认识甲骨文 我当时呢找到了我们中文系的这个系主任 陈志教授 他是一位金石学家 专门搞古文字的 他看了以后 他跟我说 中正啊 这里边这些字 我有的认识 有的不认识 他说我告诉你 这个是假的甲骨文 今天你是找到我了 如果吉康要在这就好了 吉康何许人也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字学家 吉康辨字 这是在历史上最有名的 有一句俗语叫做秀才学医龙里抓鸡 其实历史上文人多通医药 换句话说 很多搞医药的人呢 对中国的文化也有很多的了解 很多人呢 其实是科举这条路走不通了 又转来学中医药 其实李时珍呢 就是这样一位人士 他先是在科举路上走了一段路程 后来来做的中医药 我想今天呢 我们就从李时珍的序来谈起 能给医圣写序的人 这个不是一般的人 那这位人是谁呢 他就是明代的一位大文豪 叫做王世珍 讲着王世珍这个人啊 才最高 地位最显 他是载入史册的 后来呢 晚年他隐居在江苏太仓的燕山园 我们看一看王世珍这个序啊 第一段 继承望龙光之古剑 颤宝气变明珠 故平时商扬非天明莫渡 王世珍在这里 应该讲是非常大气的一种烘托 气势如虹啊 能够把自然界的东西 能知道的 有个叫张华 汉代的张华写过一个博物志 能认甲骨文的 就是那个吉康 能够变清宝玉的 有一个叫伊顿 这都是历史上 有的是春秋的 有的是汉代的鼎鼎大名的人物 但是像这样的人 就像早晨起来的星星非常少 这是一种气氛的渲染 应该讲为李时珍的出厂做了一个铺垫 王世珍下边怎么讲李时珍 李时珍来这来拜见我 你看这口气大不大 我留他这住了几天 我瞄了他一眼 我看了他一眼 虽然貌也屈然深夜 津津然谈一言 真北斗以南一人 我就看了他一眼 看了他的长相 听了他几句谈吐 天下第一人啊 够不够伯乐 够伯乐吧 是吧 就是这几个字 留下了李时珍的形象 才有了蒋兆和塑造的 李时珍形神俱备的那幅肖像 接下来李时珍做的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乡野村夫啊 从小得病 比较愚钝 我喜欢读书 长诞典籍啊 弱诞哲疑 虽娱乐熏书 梭罗百事 竟是自己无所不读 因为他看到了本草里边啊 有很多的错误 不可没数 我呀 斗胆的来干这件事情 利用了三十个春秋啊 书考八百余家 搞翻三亿 丢掉的把它找回来 讲歪了的把它纠正 有一句话 大家请留意 旧本 一千五百一十八种 旧本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宋代的经史 正类贝极本草 李时珍是 一千五百一十八年出生 但是这个数字是非常有趣的 让我们记住着 李时珍出生的那个年代 金增三百七十四种 书成五十二卷 我冒昧的把它起名 叫做本草纲目 关键后边一句话 愿起一言啊 以托不求 我求老先生 给我做一篇序 有了您的序 这本书将会 名垂千史 将会流传 这是李时珍 去拜访 王世珍的目的 有些书上写啊 王世珍 见了李时珍以后 欣然做序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序不是说 马上台笔就写 按王世珍的才气 写一篇序 绝对不需要十年 李时珍他希望这个书 早一点出版 但是四处碰壁 应该讲这个时候 是他身心备受艰难 煎熬的十年 十年以后 终于王世珍给写了序了 上元日春天写的序 秋天 这个王世珍就去世了 因为有了王世珍的序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才得以见天日 得以出版 其以医书购哉 不能简简单单的 把它当作一个医书来看待 实性理之精微 格物之通点 帝王之密录 臣民之众宝也 这个是王世珍对他的评价 最后一段关键之笔 藏之深山史史无荡 把它藏在深山里 太可惜了 应该赶快把它刻印出来 王世珍这句话应该是一锤定音 帮助出版商把它刻印出来 为什么这个刻书一下一刻就刻了三年 为此呢 我也专门走访了中国国内目前的唯一的一家 转刻博物馆 书第一个是要腾写 把这个书稿再把它反过来 因为我们要刻反的版 正着写反着刻 李时珍一百九十万字 是一笔一块写的 刻书的时候呢 是一刀一刀的把它 接着写那